看了解剩一口的青春后 少女少男表示想要两口子的青春 今年暑假对镇魂的兄弟情怀感动了七婚八素的时候 原以为MIG的新姿势已被成功解锁 没想到和欣欣念念了两年的上演 以同样的ending告别观众 无数少女少男原本不服 却在大众潮流之下兴冲冲的地位带偏了 勇于探索激情底线 却被扼杀在摇篮里 不料这部被称为有种上瘾济视感 那网剧强功 下了这块难堪的天 话说仅剩一口的青春 本该不会在圈层引起轰动 毕竟只是单纯讲述了情谊 中一两位少年和一群朋友勇敢追梦的青春励志故事 但它真的和上演太像了 上演同款床系用品被担除了玩音乐的男孩只最帅 这个辅助音速和超有梗的脑洞之外 小编想说的是因为选角出众 颜值乍铁 男主角秦义张扬霸道又温柔多吉 还是个动不动就主动散发魅力的小奶狗 比如听到好听的歌 就想分享一只耳机给你 看你萌萌的样子好可爱 就顺便科普一下我爱你的首饰 剧中的他坚定的在音乐道路上狂奔 舍弃富二代的身份在餐馆打工养梦 最享受在舞台上唱歌的淋漓唱快 如果某天发挥的不错 还会激动的和小伙伴来一个为梦想加油的拥抱 如此梦惯起力 好的情谊 交给了95年出生的小鲜兽公瑞 在仅剩一口的青春之前 他扮演的第一个角色是浪花一朵朵 中的游泳运动员张扬 加上187的男神身高 看过的朋友都说鲜嫩多计 在此应该手动无脸 思想里 龚瑞也是个货真价实的运动boy 微博里经常是健身房举铁 游泳七足球 篮球场打球的日常 不只是龚瑞 另一位主角中意的扮演者何德瑞 同样是仰眼长腿担当 有七年出生 183的身高 不仅有看起来到娇高呢 实则柔软腹黑的性格 还有一张吉任加伦加邓伦加宋悲龙 于一体的明星脸 让人不忍 一开视线 最近又因合话题女团三孙 并一起主演人百分百靠外表 连上热搜 校园男神中意的受欢迎指数 绝对部署剧中重鲜兽 已经有追求折赌 在楼梯口求合影 要联系方式 剧中中意继承了哥哥的意愿 前起放下多年的键盘 希望与秦毅 携手带乐坛闯出一片天 最可爱的是心仪双男主的两位小姐姐 没有纠缠 没有撕逼 始终在背后默默支持着追梦少年 在最终发现男主对自己并没有喜欢的时候 也依然决然地洒脱走开 讲了这么多 相信大家已经看出了一些端倪 青春校园题材 纯红齿白的少年 勇敢追梦的内志故事 明明就是偶像剧的经典搭配 双男主既是最好的兄弟 摸过兄的兄弟 也是彼此一起追梦的伴侣 实的一提的是 仅剩一口的青春 官宣定当的第二天 震魂就不可抗力 无法正常观看 求生预报棚的制片方 主动请求广电局在审 紧急删减大量秦影 终于独处镜头 方通过三审 小编想说的是 无论上瘾还是仅剩一口的青春 大家看的并不单纯的男们关系 而是青春昂扬的少年和干净的不能再干净的感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